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又有一件大事轟動海內外的華語圈 一名中國粉紅在深圳亂S一名10歲的日本小學生 那被中共警方制服之後 卻是日本方率先發布相關的記者會 那中共外交部才表示卻有此事 注意啊我這邊說的是對國際啊 而中共外交部卻沒有為此道歉 也沒有給出兇手的基本資料 這時候很好笑嘛 粉紅就說又不是政府的時候為什麼政府要道歉 但是中共政府還有小粉紅你們強調什麼 14億人團結一條心 大家都是所謂的中華民族 這個時候政府又不代表你了 是吧 政府想代表你的時候就代表你 不想代表你的時候就不想代表你 你如果要給代表的話 那個邏輯要一脈相承 不能我既要又要 或是我這個要那個可以不要 沒有給你這樣玩的啦 而外交部也沒有給出兇手的一些基本資訊 只有說44歲嘛 中共警方的這個通告 連S的對象是誰通通都沒有寫 犯案原因自信不明 你如果只有看這邊通告你根本就不知道 被S的對象是一個日本人 那在台灣如果有重大的惡性事件啊 大多數哈 當天就會知道犯案動機了 警方不講媒體會逼問警方 那你電視打開可能24小時都在輪番那些 逼問警方或是 去問犯人的這個犯案動機的畫面 是吧 啊中國有嘛中國沒有 這個 918深圳世界 也不是個案 中共很多包含他們國內同胞 互S的 也很少 第一時間給出這個動機 那頂多過3天5天7天 如果人民已經忘懷了這個事情呢 乾脆我就不講了 那接著 微博有出現啦 一些相關的熱搜 是不是 但是沒多久就下架了這些熱搜 更多的是什麼呢 918勿忘日本清華國史 非常的荒唐啦 你們還記得兩年前的貴州大巴也是在918嗎 怎麼了 誰搞的政策 造成貴州大巴的 什麼政策你們還記得嗎 你們體會的你們應該忘卻不了吧 社會面清零 導致一堆 疲勞駕駛 的司機把中國人 從城市拉往偏鄉 為了習近平的 社會面清零 社會面轉移的政績 是吧 我這個城市兩天內清零了 沒有這個 病患了 喔原來拉到偏鄉去了 這都不是國恥啦 所以只要打著自己是中國人 是所謂的中華民族 是趙家人 是官啦 你就可以有任何的理由 亂S自己的同胞 是可以被原諒 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你今天是外國人 尤其是日本人啦 哪怕你已經沒有實行這個 七八十年前的軍國主義 那也是罪無可赦 日本S的中國人 都沒有中共領導人 從毛澤東開始 實行的各種荒唐的政治運動 什麼三反五反啊 反右啊 四清啊 反革命啊 文革啊 大煉鋼鐵啊 計劃生育 等等等等 30多個 間接害死上千萬人的政治事件 那這個通通是可以被原諒了 所以他還供奉在 北京的大會堂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日媒的報導 警察当局によりますと 日本時間の午前9時頃 新鮮市で44歳の男が 日本人学校に登校中だった男子児童を刃物で襲いました 児童はこの通り沿いで男に刃物に刺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捜査員の姿などは現在確認できません 現在生徒は児童は病院で治療を受けています 男は中国当局に身柄を拘束され 現在取調べを受け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特に今日は満州事件の発端となった 琉城湖事件が起きた日で 中国では日本に対し 厳しい目が向けられるため 日本人の間では 特に気をつける人をされています そんな日に起きた事件だけに 私の周辺でも今回ばかりは 日本人を狙ったとしか思えないというような声が かなり聞かれました 好看完日媒的報道可笑的是什麼呢 今天一早就傳出了日本那名小学生 在医院不幸沒有挺過來 這樣啦 結果還是日本媒體率先報道 乍翻了全日本新聞 真的是日本918跟919輪番在播這個新聞 中共還是持續的避重就輕 在我做影片的當下 一條熱搜都沒有 更可恥的是 網路上還一堆小粉紅在嗆 這是日本人自倒自演 故意挑在918 我們來看一些相關的留言 這個時間點我懷疑是日本的外務省 自倒自演 日本人演戲犧牲一個小學生你要確定喔 別說日本這次事件都有點反應太快了 官方已經發出通告 就是沒標註小孩的國籍 日本那個 長官的消息比中國都快 很難不是自倒自演 這個就是問題啦 不可能日本比中國快 中國是最快的 那為什麼中國比日本晚發通知 你應該要懷疑的是這個點吧 那就是你們想要隱瞞 只是日本發出來的 你們不得已才發出來 粉紅的腦迴路我真的很難理解 深圳最近空氣質量不錯 視頻惡意剪接個霧霾深圳 人家的孩子在深圳被捅了 你還想美化你這個 牛馬的血汗工廠 發生在南山 放的居然是福田 我在深圳中午一趟 藍天白雲的好曬啊 BBC的濾鏡沒用上 人家的重點是在 小孩是被小粉紅給A死 然後你們在那邊藍天白雲濾鏡 難道說以前這個中國客啊 來我們花蓮玩的時候啊 但是當天明明就是晴空萬旅 清清潭的海有三層顏色 非常的湛藍 跟天空甚至連維一體 結果呢有一些路客啊 就發了可能下雨天的照片 那我要破訪了 我說你在抹黑我們花蓮 我真的覺得很無聊 你已經自備到這樣子了 你知道嗎 而且這已經是第3個月 第2期針對日本人的刑案啊 第1件還好有中國女勇士 胡永平擋下了粉紅的攻勢 救下了日本10幾名的小學生 免於苦難 而胡友平也被不少小粉紅打成漢奸 2、3個月前 胡友平才救了10幾個日本小學生 但2、3個月之後的今天還是釀成了 一個日本小學生的犧牲 你看你們小粉紅在幹嘛 可悲的中共既要又要 你想要外商繼續來投資 又不保護外商的安全 你想要外商來投資 但是呢你又不道歉 又說什麼我們會加強保護 你這三個之間都是不知道在幹嘛的 你說偶爾有些極端分子 做出一些無法防控的行為 我理解嘛 因為世界上本來就沒有零犯罪了 警察也不可能會提前知道這個路邊的人 是不是有隨時犯案的這個機率 不可能嘛 但是中共的外交部跟警方的態度 這才是我們該譴責的 還有小粉紅的態度 那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梗圖說什麼 美國人S川普 日本人S安倍 那小粉紅S是什麼 小孩子 而這個小孩子不光光只是日本的小孩子喔 前陣子中國各地不是傳出一堆 開車S一堆小學生的嗎 當然其中不乏有意外 失控的 當然也有惡意報復社會的 你們那些報復社會的你們有本事就去學這個美國人找川普一樣啊 日本人找這個安倍一樣啊 你們就去找讓你們苦難的那一尊 不要因為習近平他也是小學生 但你們沒有膽去S就挑一個真的年齡是小學生的小學生下手 那網路上還傳出在北京跟廣州的日本學校啊 當天給家長你們發出警訊 表示918當天啊 你們千萬不要在公共場合大聲的說日語 不要讓孩子單獨外出 9月19號保安人員也會加強防備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中共外交部的說法 9月18日上午深圳日本人學校一名10歲的學生在距離學校門口約200米的位置 受傷的學生第一時間被送醫並在全力搶救中 兇手已經被當場抓獲 案件目前還在進一步的調查中 中方將繼續採取有效的措施切實保護所有在華外國人的安全 下一個問題 剛才我已經介紹了這起案件目前正在進一步的調查中 中國是法治國家 這是中國我期待可以給日本的公司 那個在蘇州 關於蘇州的這些案件 我想當時我們已經剷明了中方的立場 我沒有需要補充的信息 還有其他問題嗎 好那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前幾個月蘇州事件啊 給不出交代 資金多久了 有沒有搞笑 沒事 但是畢竟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 需要你們中共與小粉紅的努力 讓日本 全民凝聚共識才會督促政府 要怎麼對中共 下狠手 畢竟民主國家不能像中共這樣子 我政府不爽你政府 然後我就直接這樣一刀切 很少不太可能 是需要民意的累積 是嗎 而前幾天又有一堆粉紅去踢奈良路 那還有一個人反被奈良路撞屁股 真的是笑話 而且裡面還提到什麼 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 你各位觀眾真的等我10月底那個紀錄片 裡面有很多我內印流出來的中共法律文件跟判決 這個判決 是法官寫的 把這個原告被告都當 都當這樣子的 你真的是搞笑 最近還有一個台塑的高階主管 被中共無理由的扣押 雖然已經放出來了 但不允許他回台 還有一名叫做郭宇軒剛畢業的台灣人大學生 他在8月27號去了中國上海旅遊失蹤至今 9月19號 那他身高180公分 體重60公斤 生日是民國91年3月4號 希望大家看到的話可以轉發一下 由他的姐姐跟他的高中同學來轉發的 而他說最後一次跟朋友家人通報是準備從上海出發合肥 失蹤至今大概7天以上 那現在這個台灣政府還在了解因為家屬這幾天才跟台灣政府講 台灣政府要去跟中共政府對接這件事情 最有可能的概率是什麼呢 中共官方抓人了嘛 因為中共法律已經寫了 中共警察可以無理由隨機的去盤查你 只看待要不要 那可能就是真的運氣不好 被挖出來可能有些什麼東西 而被扣留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是 他可能到合肥跟當地人有一些糾紛或是怎麼樣 不曉得可能已經被打到 不管是重傷或是A死了 那中共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畢竟他們最近都在主推一些台灣老虹到中國 以所謂的中華文化的方式中華美食的方式去淡化中共的惡 並且在這個節骨眼上 如果在這個節骨眼上 中共主動坦承了這個事情 台灣人到那邊真的不見了 那就前功盡棄了 所以他們現在很小心的在處理這件事情 最好是各大媒體都不要講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 就是這個推特 包含他姐姐還有他同學 是在釣魚 是假的 但我秉持著 人性為善 我姑且還是信你個70% 剩下35%我保留 等到 台灣政府跟台灣的媒體 承認 確實 有教這個人 而且他也是在某一段時間 去了中國 而消失至今 好嗎 那就有一個幫中共洗地的粉紅還是小嫂說 說不定他只是沒有翻牆軟體啊無法回訊息而已 再來台灣每年有200多萬人去對岸 這200萬人都是被抓了嗎 去那邊用微信跟家人 溝通的話是需要翻牆嗎 台灣每年有200多萬人 200多萬人被抓才叫做 真的有事才叫做他們極權 那日本人當年清華每個中國人都這樣了嗎 如果是的話為什麼現在還有中國人 話不能這麼說嘛 你這個洗地方是不就跟中共一樣嗎 那 希特勒可以說 還不是我那個統治世代還有猶太人 還有我的樣板猶太人 是吧 所以 哪有 我 去S那些猶太人 假的 說謊 你想如果希特勒統治至今 這件事情他就會是假的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我是巴爾小姐的掰